巴黎奥运会赛场 在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的争夺中 旺之队没有给对手留下丝毫机会 陈玉希 全红禅在配队833天后 携手拿下了奥运金牌 也实现了配队以来统治力十足的不败表现 在北京时间7月31日进行了决赛中 陈玉希 全红禅最终以绝对优势夺得该项目金牌 中国队也在目前决出的三枚跳水金牌中实现全部包揽 从第一跳开始 陈玉希 全红禅就开启了水花消失数 首跳就领先排名第二位的对手7.20分 两人的舞跳极为稳定 水花效果控制的非常出色 得分别为56.40 54.60 80.10 85.44 82.56 总分359.10分 朝鲜组合与英国组合分列二三位 东京奥运会上全红禅一名惊人 在自己的首次奥运会征程中 拿下女子单人十米台金牌 跳台双子星统治赛场东京奥运会上 全红禅一名惊人 在自己的首次奥运会征程中 拿下女子单人十米台金牌 陈玉希则搭档张佳琪 夺得女双十米台冠军 巴黎奥运会周期 陈玉希和全红禅成为了 中国女子跳台项目上的双子星组合 配队组成双人搭档后 两人更是一直保持着 在国际赛场的统治级表现 从2022年4月20日 在队内测试赛中首次亮相 再到市井赛 世界杯等各项世界大赛中 两人不断联手包揽 双人十米台冠军 同时也将单人十米台的金银牌 牢牢握在手中 由此 女子十米台成为了中国跳水队 展望巴黎奥运会最稳当的项目 每当出展国际赛事 两人总能与身后的对手 拉开断层式的差距 屡屡在赛场上演的水滑消失数 更是不断引来观众的赞叹 来到巴黎的跳台 两人无一希望延续自己的出色表现 全红禅也可以借此达成 极其奥运会单双人金牌的成就 展望奥运会时 全红禅也坦言 自己的目标就是金牌 为此 他一直在每天的训练中 全力以赴 谨慎应对挑战 把自己的动作跳好 不想太多其他的事情 在决赛中 这对实力超群的组合 果然没有给对手半点机会 最终以极为明显的领先优势 摘得冠军 由此 陈玉希 全红禅 也凭借毫无争议的出色发挥 让中国跳水队 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奥运七连冠 把中国的国旗升到最高 为国争光 这是全红禅赛前 对于自己的期待 如今 他和搭档陈玉希 一起成功实现梦想 再一次让国歌奏响在了奥运舞台